我现在正在两个霸王龙屁股下面储着 等蛋 对,就是等着捡蛋 上期我不是把家的地基又扩建了一下吗 然后我就开始着手霸王龙的孵化工作了 这俩正在交配呢 看起来应该是意念成变的 来了来了,蛋好了,赶紧捡起来 我得开始孵蛋了 本来就是打算把蛋顺手丢给一尺龙就不管了 结果好家伙 这蛋怎么觉得冷呢 什么情况,莫非今天降温了 来,伸堆火 好像还是不行 那进屋吧 屋里三堆火都点燃 还是冷 一尺龙也带进来看看 奇怪了,今天天气很冷吗 好吧,我突然发现我也感觉到冷了 看来确实是降温了 我抽空下河喝了一口水 人直接冻枪了可爱心 把一尺龙送到 蛋的情况终于好了 孵化也开始了 好吧,那这颗蛋就在这待着吧 考虑到今天温度变化比较大 我就手在这看着好了 好了好了,出来了 哎呦,等级比之前的只稍微高点 先给带出来,然后喂点肉 这家伙要吃熟肉干? 我没有啊 这咋办 没办法了,先把这家伙收了 再放出来,让他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这次是需要卓越饲料 再进去吧你 这次是要拥抱 那还行,这个可以接受 我看看属性啊 吃货啊你 生命值也差点 近战伤害也差点 话说这娃是不是废了 不要紧,问题不大 刚才那俩霸王龙不是产了蛋吗 然后交配间隔时长我又调了 所以孵蛋这段时间呢 这俩家伙又产了一颗蛋 还好我及时把交配关了 要不估计都产一堆了 突然高产我还有点不习惯 那这个168级的就自己长大吧 我先不管啊 来,接着下一个 来了来了,要孵化了 诶,我的天 双黄蛋 两小霸王龙 运气还不错啊 而且等级也不低 都是165级 我来看看啊 这个小家伙要散看步 来,跟我走吧 还有一个小家伙要吃红色浆果 什么鬼 这家伙吃素的 诶,行,给 毕竟这么可爱,对吧 我还得去找你巨鹰阿姨要点 看看这俩家伙的属性啊 好家伙 怎么又是吃货呀 近战伤害貌似高了那么一丢丢 既然是双胞胎嘛 那这两个属性肯定是一样咯 看吧 一毛一样啊 都是废 不要紧 问题不大 来,把王龙继续交配 铲蛋 孵化 来,我看看属性啊 哎呀 吃货倒是不至于了 但是近战伤害下降了 咱就不能来个精英突变吗 来,就给你放院子里好了 自己长大吧 又要辛苦那对恐龙夫妇了 来,再来个蛋吧 我就不停的孵蛋 我还不信了 一个好点属性的恐龙都没有 来了 什么玩意儿 149级 这是废了吧 先带出来 我看看属性啊 好吧 等级确实不高 属性也确实不高 哎呀 行了 就这样吧 带小家伙散散步 留恒成功 属性加一些其实也还行 就是等级太低了 好歹血量快上万了 哎 我突然发现 孵化的这几头霸王龙啊 除了那俩双胞胎 其他的貌似头上都是一路绿到背上啊 好家伙 这是遗传的谁啊 貌似那头母霸王龙头上也是绿的吧 行了 最后来看看我这几头二代霸王龙吧 长大了其实都还行 不知道什么满级去打boss够不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